最后一场篮单决赛结束对决,2018年中国网球公开赛,也正式落下了帷幕。 巴西拉什维利中网很被中网已经在不知不觉,肩走过了15个年头,这段光阴足以让世界发生天巴蒂夫的变化。 对于中网这项赛事来说也是如此,不过有一点似乎没变,每一年的中网,都可以说是赞美与口水溪飞,而观赛礼仪方面则经常是大家吐槽的重大区,而网友写,真的很有必要普及一下看球礼仪。 一号晚上,布拉德两个妈妈带四个熊孩子坐第一台等着抢毛巾。 球员比赛期间他们说话,拍球完,站着分享批发,来回溜达,妈妈们竟然宣称没有管教过孩子一次。 而网友于,10月5日对手双勿欢呼,发球前各种担扫,对待喜欢外国球员的球尼各种双标,导得绑架,以一个特别可怕的方式代表着中国网球球迷。 尽管你们中间,都很多人爱的根本不是网球,而网友遇答,10月2日当裁判说他恩时,安保还在网人进来,这些人就马上才溜达。 裁判,球员和观众要等着他们溜达够了才能开始,志愿者居然也会来回走动,莲花球场中网比赛期间,逼着有三天在现场观赛。 观看本土球员张帅主场迎战德国球员科贝尔时,志愿其中的每个人都能为张帅加油,的呐喊助威生所感染,为了国球员加油本身和情和理,但是也不乏个别观众过分热情,在科贝尔一发失误时鼓掌欢呼,这样的行为现在被戏称为战狼吃看球。 最后一天进行四场决赛的过程中,主裁也几次用中文,提醒观众请坐下,谢谢,但即便如此,逼着看到仍有个别观众违规。 比如每等一个球,打完就起身走下看台离场。 中网官方普及观赛利益早在正赛打响前,中网官方就通过微博发布了一条普及观赛利益的信息,中网小故事观众集的那点事儿,生动情笑的漫画配上简略的文字。 不仅阳明了网球比赛,中继条重要的注意事项,还深入浅出的解释了为何要如此规定。 有意思的是,漫画所列举的几种情况,在整个赛事周期里特别常见。 1. 旺秋比赛中,除了第一局和产期外的基数局可以休息,观众方可入场,并且您只有90秒的时间。 2. 还没找到座位的你,请不要站在原地左顾右盼,就近入座,直休时再起身一栋对号入座。 3. 观看比赛时,手机不要外棒,不要高声喧哗,拍照不要使用闪光灯。 4. 给予双方球员同等尊重,对他们的精彩得分包以热烈掌声。 5. 当一分还没结束时,不要大声喊叫影响球员。 6. 应有而不宜带入球场,如搞大哭闹,请立即带出观众席。 7. 不哄响,不过分所要求人物品。 至于第七条,或许会让你觉得这样的规定多次一举,甚至有点滑稽。 7. 但是漫画作者确认真的表示,这种场景,每年中网,外场都会出现。 7. 去年他就在影乐球场,目睹了两个男的争抢了五分钟的毛巾。 8. 网球记者突出五网发声场毛巾事件,球迷在场内二的参与,一直是网球比赛的一大核心。 7. 李娜、郑杰、一代金花的辉煌,让网球在中国的知名度和普及率,有了一个飞跃式的上场。 7. 各种类型,各种级别的网球赛事,在国内也慢慢的遍地开花。 8. 不过,观众的网球文化,显然没有跟上中国网球事业发展的速度。 8. 这包括网球基本知识的了解,玩赛利益的普及,唱爱合理的追星等多个方面。 8. 为本土球员张帅加油的球迷,2016年,在珠海举办的精英赛中,性格直爽的张帅对观众的随意走动和不合时宜的加油声进行了批评。 8. 任何一个球员都需要在安静的状况下打球,这是规则,大家都要遵守,在那一刻之前,我其实已经忍了挺久,我是职业球员,我要争取获胜。 如果我因为无法专注而输球,没有人会同情我,我又为何要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? 8. 张帅这一般话,当时也引起了媒体和网民的热议,直到今天,观赛利益依然是我们讨论的问题,因为普及观赛利益,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任重而道远。 在15赛时间里,不断策舞完善和创新发展中网,已经是世界网球版图中不可或缺的一块,目前也是亚洲地区级别最高的综合网球赛事,为了国球员科贝尔加油的粉丝团一项赛事,的成长应该是全方位的。 我们,希望早日思调贴在中国观众身上乱加油,不懂球等标签,站在纵向的时间维度上看。 中网也明显在进步,中网公司副总裁刘明秋说,大家可能想象不到,以前在没办法的情况下,我们会再入场口装红绿灯,就是因为观众不理解,为什么比赛开始了你还不让我入场? 那几年场地的志愿者很辛苦,每天除了要认真的点票啦,还要跟不同的观众吵架,秋里其微中网志愿者庆生,等到钻石球场开幕时,上述情况已经不存在了,不见红绿灯消失了,而且二层的后场秩序也很好,主宰喊特,观众也会很快的蹲下来,或者赶快找座位先坐下,这些在十年前都是难以想象的。 彼此在现场也看到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看比赛,观赛的同时耐心并且小声,地给孩子普及网球比赛,的规则及观赛利益。 有的小朋友在比赛中大声说话,家长也会及时制止。 中网观赛利益漫画的作者也说,今年在莲花球场看到一名志愿者阻止了一位带英俄的观众入场。 这一家人也很配合,爸爸主动说,在外面看孩子让妈妈进去看比赛。 很多志愿者同时也是网球爱好者,中网组委会其实可以考虑下专门设议组论者,负责向观众辅迹观赛利益。 组委会还可以通过印发秩序策让半戏玉迷,吃瓜群众们了解下网球规则,视觉活动区将观众通过参与去为活动从而掌握更多的网球知识。 像,现在不久的将来,乱加油,不懂球,将不再是中国观众身上的标签。 战狼是看球,也会离我们越来越远,未来地图的旅人。 战狼是看球。